流感的規制要来,以向流感上好的方式就是主业标 各自政府卫生叫宣布,公会流感业标终于10月1号开放接触 今年公会接触对象,除了万一月50万以上的生人 万兴病患和重担上病患者定定 也有先进家,如果未来应幼稚的爸爸妈妈以及投幼经馆 以建设来保护应幼稚的健康 幼稚是流感病患当前的够非常困 但是因为六个月起来的幼稚子 又没有适合这群流感业标 加上,投幼中心幼稚来的幼稚子 如果在到幼稚容易病患当前 那就是最新的困固感染 所以,一般关键是今年中六个月起来 幼稚子的父母亲 还有幼稚投幼人员和投幼企业 众监人员任务、新增加、新威士公业 流感业标接触的对象 刚刚市政府微信业标识 如果个月起来的幼稚子的父母亲 可以扎到家庭的新婚情合格保护 更完成到新生意定期的 后口名簿和这次出席的证明 到全国各馆期 将定微信所和这次合幼医疗意识的接触 没有收到合这次的函质 另外,符合在公会接触条件 幼稚投幼人员和投幼企业企业企业 这是包括幼稚投幼企业 告输告保安和作例告保安定定 以及投影中心的主管人员 投幼人员、告保人员 和作例告保人员 免到在今年十月成年后 来接受到公会流感业标识的接触 世新新闻中博民王小山 加以期蔡宏博德 投幼人员